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们是虹展农场 今天非常高兴来介绍我们布谷古瓜它的干苦人生 我们虹展农场位于嘉义县布袋镇 是台湾最西边的小乡镇 也是人家所所称的虹陶居味 有阿里山的滋润之下 我们的苦瓜长得又美又胖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可口 透过产校履历的栽培技术 让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用这十年的经验 去把它种出非常非常安全及美味的苦瓜 那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苦瓜的干苦人生 有点赞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這顆苦瓜 它要生長成這樣子 其實它是不簡單的 因為我們每年的差不多12月底1月初 就會種植我們的苦瓜 那在種苦瓜之前 其實我們還需要用了差不多快一個月的時間 去做前置的動作 那這前置的動作當中 就會有請一雞 來做我們共的體育啊 胖胖 還有我們自己的中頓雞 去做夠 請炒麵 那再來還要把我們整個苦瓜棚的肥料打下去 和炒麵啊 油膀啊 白色啊 所以在緩解 它就要做了差不多一個月 那之後再來選了一個好日子 那準備一些貢品 擺擺我們的土地公 把我們的苦瓜給種植下去 之後在冬天我們經過了差不多90天的滋養之後 它就可以長出我們剛剛看到的小苦瓜 那小苦瓜這麼小顆 從瘦粉到這麼大顆可以採 它剛好就14天 所以這14天當中 它富裕了大地給它的很多的滋潤 那也有我們很多農民的心血 其實我們苦瓜 它經過14天的熏陶之後 可以種成這樣的大顆 那我們再把它做了套袋 把這麼安全的苦瓜 分級包裝好 送到我們的各大量飯店 把最安全的苦瓜農割產品 送給到我們消費者的身上 有很多的財本 還有很多的財物 方便之後 會選擇 其實是那個 有很多的財物 看到海裡 那現在也有空 我們從未來 再記一天 是幾乃